我们今天是跨年演讲之后的第一次三点半咖啡 三点半咖啡开始这个工作室开会的事 当时约定每拖一段时间大家聚聚 每一个早个时间三点半的时间 找咖啡馆和什么地方做 结果就这样 后来邀请一些其他人来参加 今年第一次是李清晰教授和李楠 非常开心参加我们张家伟工作室 下午三点半咖啡这样一个活动 在不同的这种市场环境下 实现一个超额收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安排 我不要最好的 我希望是最适合他 感谢邀请 这一次来温哥话 我是第一次来讲 在国内大家也是比较认可 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叫做办公室 在国内主打的一个拳头产 我们是一个移民雾的一个平台 有北大效应 我们是北大效应三界精英共创的一个企业 那么我们持牌的 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小众 做保险做信头规划 这是专业支持 我们是在你整个这个 比如在拼图里面的话 我们就做到那边一块 但是我们把那块都做到极致 其实我们的要考虑这方面 第一 我们加盟 我们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从三间店发展到二十间店 是因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什么呢 让很多希望做自己生意的人 共享品牌红利 那他们其实有没有只享受 他们也是创造者 从他们生长了 我学习到了很多 我却发现平台的这个重要性 谢谢张教授给我的启评 不是没有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 投资就是买股票 买这个 我们应该做大省 或者是我们利益高原 实际上有时候 其实很多做生意 其实没有那么为大累计 往往就是从谋生 但是一种坚实 就是决定所生 每次其实活动的根点 或是希望大家能够联系 这是我的对主 所以也是这样 谢谢